大家好,我是Liu老師 我們在混聲的部分呢,前面做了三集的講解 今天我們是第四集的講解,我們來講解所謂高喉味的混聲 一般聽到高喉味就覺得,不是不要高喉頭嗎? 好,我們先釐清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高喉頭演唱,一個叫做高喉味演唱 所謂的高喉頭演唱就是當音變高 或者是音層有個往上行的這個狀態出現的時候 你的喉頭就會跟著這個音高往上推高 這是不可以的 另外一個叫做高喉味的演唱 是你一開口的時候,喉頭就已經在比較高的位置 可是它不會因為音變得更高而再推高 它會穩定的待在一個高的位置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高喉味的混聲 那麼混聲是什麼? 混聲其實在前面的三集當中我們都做了很仔細的講解 我們重複再說一次 什麼是混聲? 這是當你的聲門主動閉合起來 被動著的等著主動的空氣經過 推開這個聲門所製造出來的音高以及字 就是所謂的混聲 那當你的發聲器官已經能夠操作成是用氣流跟聲門之間去完成所有的音高 那喉頭的位置其實對於你的音域發展上面就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了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做所謂的高喉味的混聲呢? 好,在先前的我們強化聲門閉合的影片裡面 你可能就有聽到一個練習像這樣 這就是一個所謂高喉味的混聲了 我一開口我就藉由喉這個字去讓我的喉味變得比較高 那為什麼要讓喉味變比較高呢? 因為高的喉味可以容易的讓聲門主動的閉合 去做到一個 然後聲門比較容易關的起來 那這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一部分同學他可能沒辦法做到所謂主動的聲門閉合這件事情 那麼高喉味的這個混聲就可以解決到他這個問題了 那哪些字可以做到? 除了 還有什麼 像貓咪叫這樣 又或者像是 巨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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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幫我們直接啟動這個所謂高喉味的混聲 好,那我們將這樣子高喉味的混聲 帶到歌曲裡面來做應用 聽起來就會想這樣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你會發現這樣子高喉味的渾身 所產生出來的音色所表達出來的情緒 會比較偏向於主動的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